各位觀眾,歡迎收看2021年第二集的《股壇思見》 在我身邊,由施永青先生及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剛才問一下浩德 浩德,近來你經常說一個字,叫排虹 國內需要排虹 究竟排虹指甚麼?對投資環境或經濟有甚麼影響? 排虹這個字,不是我創的 其實我都是撿私生口水尾 不過之前我們有些觀察,國內的資金有少少需要向外跑 我們之前一直討論都說過,人民幣升值都比較急 去年升了6% 其實現在大陸不擔心資本問題 如果大陸比較差,就是2015年的時間 大家看著澳會儲備不斷跌 但其實你見到去年,無論是津美關係比較差的時間 無論外面的投資,股票的買賣,或者是進出口 其實都令到人民幣比較強 之前有幾個政策,例如10月份外匯存款保證金 12月份內地銀行的人民幣和外幣比率 最新近1月初,中國企業持有外匯的放寬 資金慢慢由人民幣流出來 所以我就抄施私生口水尾 覺得開始排紅了 香港在上游,開始水多要排的時間 香港便會受惠 第一個點 現在錢去不到別島 就集中來香港 其實這段時間,以國際上的資金流向 都流向中國的比例,增加了 中國吸收了多些錢 現在我想,他對要維持人民幣的強勢 希望人民幣不要升那麼急,如果人民幣升得急,對中國出口 都沒有好處 所以我相信,有一些資金,政府都放鬆了 我們做豪宅,都聽到有些買家 本來一早看了,想買,錢下不來 現在政府可能某些地方鬆了手 那些錢有機會下來 我預期接下來,香港都是水鎮 香港? 作為第一個,接到這些水的地方 師先生,會不會對樓市,我之前都比較體好 會不會覺得,有新的資金進來會更加體好? 最近二手市場交投,多了很多 很多人都有期望 我自己,沒有別人看得這麼悲 也沒有看得太好 現在市場交投,未曾有突然間大幅飆升的機會 我相信,如果下半年 疫情變得鬆了一點,現在中國出口好 有些人說,是因為疫情下其他的出口國 因為停了生產 所以是一個替代效應 那些國家不能生產,中國就替代了它去生產 所以中國的出口,都比預期中好好多 但當疫情好後,那些國家開始自己可以生產之後 例如美國那些,還買不買中國東西呢? 會不會,國灣未殺又開始買非中國的產品呢? 如果疫情好後,發覺原來中國的出口,都不是跌很多 中國的外循環,一樣沒有萎縮,還有增長的話 香港的前景就會看好,香港的整體前景看好 房地產就會有比較大的升幅 房地產,反而在下半年形勢明朗之後 才出現一些方向性的轉變 反而股市就不用等下半年 上半年有淺度就升了 因為股市可以升得很急,至今日來的時候 但你觀察是否真的 北水來到香港,已經對香港的股市構成很明顯上漲的影響 很明顯,我們上星期拍一集,我們提及制裁股 先生就很少可說 我都不認識,其他電都不認識 中國移動,先生就很少說個別股票 先生一向都是一個大方向 不過事實上,大家可以看到 這星期五天,很多被制裁的名單 比較明顯是941,中國移動 例如981,中芯國際 883,中國海人石油 出現一個很明顯的,就是外資不停在這裏 看一些中央結算的系統會看到 外資行團、匯豐作為一個結算機構 其實他們整體持倉減少了 但是,這星期五天,全部的股價都不太差 都升得不錯 其實背後看到,很多是北水的錢 取代了外資 所以之前我們都說 在國內的資金可以引流出來的時間 其實那個影響力都很大範圍 都很足以取代以往 以為沒有了外資,股票的股價會一層白踩 但是現在,不單止可以接得到貨 還會有足夠的動力,令它升上去 定價權也可能已經有些轉變 正如師生上星期所說 美國人或投資者要低價沽了 內資可以低價買回 如果再回來買,就要比貴幾成 雖然可能是排紅,香港會受惠 近星期,反而我看到,A股有一點黏黏的 上上落落,沒有大方向 何德,你怎樣看,會不會是階段性升得比較多 去年都升得太多,會停一停嗎 如果我們看時間軸 其實A股,去年下半年就不算突出 整體來說 就是之前我們提及過,其實資金面 我的判斷就是 中央都不希望資金太過泛濫 因為泛濫,又去炒房地產 所以這段時間,資金都是 第一,就是紮住不去內房裏面 但到12月,其實整體流動性偏鬆一點 所以A股就開始升得很急 由12月到現在 直到這個星期,就開始停一停 很多人會問,究竟是一個短期技術的整顧 還是有基本性的改變 我自己觀察,流動性仍然是好 這兩天,我自己的數據上都看到 例如在國內的益回購 和中期便利 都是一些央行行常流動性的手段 都是比較利好整體國內的流動性 我懷疑有一個變化 可能國內的疫情 其實近2021年 一月份也有少少 中數開始上升 我都留意到國內的投資圈 風向都開始臨一臨 因為國內下半年,疫情已經對他們無關 純粹覺得中國以外,這個世界仍然受困擾 但這段時間,疫情最新到百多宗 百多宗很少 用中國人口計 美國近四十萬宗,現在也有二十多萬宗 美國只有三億多人口 中國有十四億人口 你看到百多宗都這麼緊張 又封城,又有些區不准出 由政府提供生活必需品,根本不讓你動 有些是大批人都搬去做隔離檢疫 我覺得在這麼強的措施下 疫情是可以控制到的 之前北京都試過,封台區都是三個星期一個月 鬆一點就控制住 我自己看,最近這幾天 高的時候二百多宗 現在都是百多宗,不是說爆發 只不過是 整個社會對這件事相對重視 可能有些情緒散布 在股市上有所反映 但中國疫情,我自己就不算太擔心 除非出現一個新的變種 全現性很大,死亡率很高 暫時未看到這樣的情況 市長,應該相對認為中國這麼認真對待疫情 情況應該會受控 但如果真的好像市長說 疫情或市場可能暫時是過份擔憂 你認為未來一段時間,A股或港股 短期走勢會如何? 我覺得A股 我偏向認為是一個短期的調整 因為我認為疫情吸收了去年的經驗 其實永遠都是 人們第一次面對新的事物 反應未必是最好 但第二次出現時 應該會學習得好一點 所以今次我都期望國內疫情會受控一點 但當然不應該調以輕心 但假設是純粹炒高了一陣 現在有少少 形勢上有些藉口給市場調整一下 但A股也不太差 所以調整完 今個月這兩個禮拜 都升了5% 一個指數來說都不太差 在這段時間 短期中期 有甚麼部署呢? 我今年上集說過 我看好A股會跑贏港股 港股會跑贏美股 暫時這兩個禮拜 就算A股會回復一點 也是 A股CSI300 負心指數升了5% 港股到今日可能升了4% 美股 無論S&P 或者道指 或者納指 都升了1-2% 這個形勢 我希望能夠全年維持 我的部署都是這樣 港股反而這段時間 雖然會擔心國內疫情 但排紅出來的助力比較大 所以就算這幾天 A股弱的時間 你見到港股 恆新指數 現在最新是28,500 其實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例如制裁等等 整體動力都不太差 所以我覺得不會是一個大調整 小調整就不出奇 美國就拜登上場 還有5日 我們今天是15日 星期五 你覺得拜登上場 之前我看的市場反應對拜登上場是 是positive 即是看好的 現在就 障礙清除了 雖然也有些新的障礙 今天就制裁買一個小米 我是對中國公司的制裁 對美的 拜登自己上場 應該沒有障礙 現在反而特朗普要害怕會不會被人彈劾 會不會被人複製 現在應該沒有了Twitter 你覺得這個有利因素 美股反映了沒有? 其實我自己覺得 美股雖然仍然很紅 其實你說那些所謂主力的資金 都沒有去年下半年那麼認真 其實聯儲局去到第三季 放水速度就平穩一點 但這段時間市場很多資金 就是靠上市的9000億個方案 派2000元 很多閒錢出去炒股票 這段時間美股那邊 我自己觀察 都是集中炒二、三線少少的科技股 但你說真是大的指數 所以動力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強 當然 我先施先生說 如果新的政府上場之後 其實就希望他都會出一下招 因為剛剛新官上任都是一些蜜月期 他可能很多無論是刺激 或者是疫苗的方案 他都希望一上場就要燦爛一下 雖然美股這段時間 前一段時間都升了多少 但我覺得他在政府主觀願望地 拜登上場都希望看到一些好的日子 拜登說差不多要拿2萬億出來舊市 現在全民會通過 這2萬億其實都是要跟聯儲局拿的 他要發債才有這麼多錢 其實不是的 他照樣發債的 不過沒有人買的時候 聯儲局去買 即是包底 我自己覺得美匯指數之前都是下跌的 最近反彈了一點 但對後市看淡的人都比較多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的債券是否繼續受到歐洲、日本、中國 那麼捧場 如果沒有那麼多人捧場 都是要聯儲局去買 聯儲局不買 難道靠加息來吸引人家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最近聯儲局說 Balance Sheet 其實是縮了一點 但如果政府一要用錢 又升上去 升上去 可能 那些錢不只是買美國國庫債券 還會其他地方審下 我相信市場未必差得那麼厲害 先生,你帶出了一個問題 近來有些投資者會說 就是除了中國排紅 其實美國可能資金都會氾濫 會流出來 其實香港作為一個國際 到時的錢有機會是會離開 除了中國的資金之外 美國資金在今年或國際資金 都會流入來香港對股市或樓市有利 我自己沒有研究得很深 有些投行朋友給我一些數字 我不是記得很清楚 但我看到數字都是 資金正在增長 流入來香港的國際資金正在增長 所以流入來香港的國際資金 國際資金多數都是 賣股票比賣樓市 所以我認為股票不會太差 你認為香港夾在中間 會不會兩面的錢都流入來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剛這個星期都看了少數字 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錢仍然有很多 你看數字 香港的整體存款 其實由2020年中 已經再次穩步上升 12月單月份有些朋友都問 其實跌過少許 但是那個應該就憑螞蟻上市 那段時間 令到整體那個 因為它太大隻 所以有少許影響 但整體都是上升的 如果你看回香港最新的 香港的銀行結余 其實都4000多億 都是高的 或者供樓的朋友更加清楚 3個月的香港同業拆息 只有0.2% 所以你看到資金 供樓不用這半 你說這麼低的利息 真是未見過 我記得我日行 人們喜歡打銀行 打匯豐公樓4厘 都不知道多開心 現在是4厘 是正式供樓的利息 差不多2倍、3倍 先生說是七、八十年度 可能超過10厘以上 是的 但是現在整體的資金 你也看到 這個利率就是反映 在資金的成本 香港現在 三個月的資金成本 是0.2% 側面反映到 其實錢是比較多的 所以對整體 所有資產都很利好 我作為一個證券行 我看到一些情況 近這兩個星期 投資者都挺熱烈的 賣股票 似乎對股市後市都相當看好 你認為過去這些情況 投資者比較熱烈的時候 會不會你自己有些擔心 當然 北菲特也有說 別人貪男的時候 你就要惶恐 別人惶恐的時候 你就貪男 但這件事 不是那麼簡單 要具體處理 譬如說 過去幾年 如果見到美股 就覺得它升了很多 以為它一定跌 那就找了自己笨 所以這段時間 我都認同 其實市場氣氛是好 因為 因為永遠都是這樣 市場由去年3月份 底部爬上來 初段很多人都沒有參與 亦都不相信 到升到差不多 大家就開始跟紅頂白 貪心 這段時間當然是比之前 整個市場的情緒 沒有那麼悲觀 但你說是否真的 已經去到很澎湃呢 我覺得又未真正是 通常有些什麼先頭會出現 譬如一些IPO 會抽得很厲害 當然全年去年都很厲害 但是蜂擁程度是會有分別 譬如說 很多垃圾的名字 是否都要炒得很好 這段時間 我覺得是剛剛開始 我經常都說 如果利用今時今刻市場觀察 同時 2015年 2015年都是排紅 都是很多錢來香港 其實 那個誇張程度 就完全未到 你剛才說的 其實要反潮流去做 大多數人看好的時候 其實市已經不好 這說法不是經常都對的 市場 是不同的時期 有不同的情緒 譬如你說 市升 一個升市可能 持續 不是幾個星期 持續幾個月 過年 都有的 你看好 盲毛都看好 可能盲毛 種幾個月 種幾棉 他一見到有盲毛 你就跟著 跟他對著 如果你走去兇 有排挽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譬如去年 這個市 都是跟紅頂白 跟紅頂白 跟反潮流 剛剛相反 去年你不跟紅頂白 人家買醫療股 買IT股 大數據 你又不走 反而會傷 所以有時 股票 有時是 根據 群眾 多數人的取態 有些朋友 他自認眼光獨到 他說這隻股票 很有潛力 他一早買進去 但是群眾 不懂得保 不懂得保 就整天都不升 你一個人拿著 所以 都不可以整天反潮流 去到差不多 盡力 你才可以反潮流 所以就不是一本通書 看得到 以施生靈技術上的東西 我覺得是對的 我覺得實際上 在投資上 應該是 市場要尊重一下 真的見到有機會的時間 應該就不要 很單純 人家走東走西 都不是一個智慧的表現 當感受一下市場氣氛 都是對的 例如風險的管理上 可能要留意一下 但是都要明白 世界都一直在變化 除了市場的參與 剛才施生 雲觀上高的變化 其實都是利好 市場的情緒 調好的時間 可能股價或市場 要再上升 當然 正面的發展要更加多 反正 以前市場 大家看不到 期望低的時間 市場的事情 好一點 其實已經有不同 所以 看你 定的主調 你這個主調 今年是供的 你就要進去一點 如果你那年看好的 供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跟群眾一起走 才升得快 但是 到了你覺得 已經開始有危機了 應該慎重一點 你才守 但是 例如我們今年年初說今年是供的 供的時候 你當然是 都要打輪順風車的 不要浪費了 最後一個問題 還有一點時間 就是待觀眾或客戶問 不少人問我 近來 汽車股在香港都升得比較多 比亞迪 或175 浩德 你怎樣看這個版法 剛開始 還是近來升得比較多 要小心一點 我自己認為 這段時間 傳統的汽車股 都開始升 但他們升的原因 當然 你見到 鬼炒電動車概念 但整體下半年 2020年下半年 大陸的消費開始好一點 經濟好一點 人們買一輛車 都是一個中期的消費 經濟好一點 人們就算買傳統的車 都是多了 你見回他們 他們本身 全年150多萬架 初期市場都很擔心 未必做得到年頭的目標 因為年頭就會定全年 賣車目標 當時未有疫情 中間有疫情之後 雖然他有預算過 但是 都擔心 其實銷售未必那麼長順 但是 你見到 國內這段時間 無論新能源車 賣得好 傳統汽車 都賣得好 但你說 像阿施先生 剛才說 很多市場更願意突然在股價上高 給予這麼大的獎勵 因為他們陸續都開始說 傳統汽車行業 怎樣邁向電動化 或者智能化 自動駕駛 他們都出來 說了很多新的發展 令他們好一點 中國 政策上要 2060 炭中和 2030要炭達風 要做到這件事 一定要汽車電動化 以前做了一些 可能遲些未難 已經不讓他們上街 汽車公司 要生產新的汽車 去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他們就有得益 我覺得2020年 對電動車行業 引證了一件事 就是一個明顯的需求已經產出 早幾年的電動車 真的要靠補貼 很多政策去做 但 你看到去年 大部份電動車的參與者 銷售都不差 證明了 整體群眾對電動車的接受程度高 所以 其實就幫助了很多傳統汽車業 更加沒得選擇 在那方面推進 例如吉利 都要跟8度合作 合作做車 阿里巴巴都要跟上汽車 一起去做個知己汽車 你看到整個發展 是因為去年而加速了 所以 股價 股價永遠反映未來和前景 大家對行業的看法 就開始落寬了 車股是否真的有這麼強的盈利能力 去質疑它 現在的股價 如果是按照計算 當然沒有 市場的幻想能力很強 市場的幻想能力很強 現在市場對公司的估值 所以股價難測 環保電動車行業 在未來一段時間 仍然有相當好的前景 今集時間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看司機或查詢資料 不妨我們去Facebook YouTube Channel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